以往美国也曾经碰到这种情况呢 他们都是用什么的 其实这个案子很多啊 他们用什么 他们用机枪扫射 可是他机枪扫射以后啊 不会立刻破坏这个气球 当这个气球呢 还在那边飞了半天才下来 所以这次呢 干脆用导弹 啪一下子就把它打爆了 打爆了以后呢 他就立刻就下来了 而且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啊 其实这里头我倒觉得说 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 这个时间点啊 因为他已经进来了 这个我刚讲了啊 已经进来美国这个境内 差不多一个礼拜了 当然了 就说如果说你是在 这个美国领土的上空 如果把它击落的话 那他里头很多碎片啊 那这个碎片 第一个可能伤到人 伤到地下的 这个地面上的人 第二个呢 你这个掉了地上 掉了地下了以后呢 可能分散各地不好找 所以说呢 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呢 然后去找专家来 来这个化验来验证 说到底啊 这个歌曲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可能性啊 或者收集了什么资料啦 什么什么等等啊 那所以我说这个科技啊 是确实不错的啊 然后呢这个时间点啊 也是非常特殊的啊 那你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给布林肯 他突然 不到中国去访问 到北京去访问的 这个一个下台阶呢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道理 也是一个理由啊 只是说不是那么重要的理由 可是也是一个很 很实用的一个理由 意思就是说 据我的研判啊 这个当然我也搞不清楚 我是看媒体嘛 据我的研判 就是说在他们这个 林肯说要去 中方呢也没有说 你不要来 中方说啊 乐观其成 可是到底那个中方 那个时候讲 他并没有讲说哪一天啊 说你要你要来 就这个日期呢 是美方定 所以后来中方讲说 你不来 你不来说 我根本就没有跟你定 我没有跟你确认你要来 那这个就是中方的一个态度了 那另外呢 我的研判啊 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 布林肯要来 你总是事先要有一些准备工作吧 比如说我要谈什么议题 这个议题里头有些什么内容 哪些东西我们可以来 博弈来交换啊什么等等等等 我的感觉呢 是说这个议题根本没谈拢 就是美方要的跟中方要的 或者美方可以给的跟中方可以给的 没有谈好 没谈成 那所以说中方讲说 那你这样子的话 那你来干嘛呢 你可以不要来 当然中方也没有说做出这个姿态 可是我感觉 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说你不必来了 那美方当然自己要找个下台阶啊 而且按照中方的讲法呢 是说 他还要用高姿态 美方要用高姿态 来强迫中方 你比如说在俄乌战争啊 或者是在这个气候合作啊 什么的这些方面呢 哎 你必须要合作 中方说我更不帅你啊 你凭什么用高姿态啊 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很可以理解的 就中方如果讲了 他说哎 你要在这个俄乌乌这块 要我来做核四佬 可以啊 那你把台湾这个问题 帮我处理处理 你在台湾问题上面 你是不是要可以做点让步 那可能美方又不愿意 好了不愿意那就谈崩了嘛 那有什么好谈的呢 那就不必来了嘛 干脆就不必来了 啊 我觉得这个倒是比较 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一点 然后美方就自己找个下台 接啊 你说应该这个飞 这个气球 来来来 扰乱我们的国安 不去了 就双方就下台了 大概是 大概是这个情况啊 而从这里面看 看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什么状态呢 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互信啊 我刚讲啊 不管人员之间也好 这个互信的基础十分的薄弱 薄弱到随时可以点一把火就 就把事情搞砸了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说就是从由小见大 从现象看本质 大概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一些端倪 意思就是说现在 从这个佩洛西来了以后呢 他有好几项 他们美中之间的这个交流啊 都要不然停止要不然取消 那美方就希望说好要恢复 那中方想到好你要恢复可以啊 那你台湾问题 你是不是要做点工作啊 你是不是要做点让步啊 可能美方又不愿意 那你就搞成这样 等于说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博弈啊 嘿 越来越激烈了啊 越来越激烈了 那在拜习会 也就是说去年差不多十一月的时候呢 这个拜登跟习近平在在印尼见面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双方还怎么讲呢 双方讲了说要管控分歧保持沟通 啊双方还大声协议说 哎布林肯要到北京来啊 大家都讲好的事 可是这样你不来了啊 布林肯表示说我们这个共识啊 我们这个什么共识呢 管控分歧保持沟通的这个共识啊 现在已经被重伤了 已经被伤害了啊 那冰肯当然了他外交官了 他说啊我这个只是推迟到中国来访问啊 并没有说我以后不来了啊 他只是说我我我我只是推迟一下啊 那希望说双方之间啊最好还把这个啊这个安全的护栏啊还是要把它维系一下 因为现在这样子一弄这个两边的情况呢可能是更加的啊动荡了啊更加的动荡了 好第四个呢第四点啊我是觉得说啊 美国的这个反应啊 那我们觉得说美国现在好像是自信缺缺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啊信心啊 好像是不足啊好像不足 因为这个事情爆发了以后啊美国这紧张得不得了啊 他那个这个报道 报道都整天在报啊 哎呀这个你看你看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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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谍气球啊 啊要来刺探我们的军情啊什么什么的 而且派了三架战机啊发了导弹 这个确实就是小题大做嘛 不是小题大做嘛 而且就是这个牛刀杀鸡嘛 这个小事你怎么搞成这样 那明显我是觉得这个是反应过度了 反应有点过度了 对不对你何必要这样搞呢 那他当然这样搞的话他就是渲染 中国的威胁啊 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可恶啊 那这样的话 当然他会达到什么目的呢 第一个你国内可以凝聚公事啊 要通过什么法案啊 要什么预算啊 哎这个就比较方便 第二个你对这些盟邦 美国的盟邦 他们也有话说了 他说你看他又来了 什么什么气球来刺探军情啊 说我们当然要紧密合作啊 我们要共同应对啊 哎他有话讲 哈哈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给他一个很好 可以利用的啊 一个这个对外的一个这个说辞啊 那可是反过来呢 中方的态度倒是非常冷静的 他说你不要冲动啊 这个事就是就是一个 这个意外嘛 他说你1999年把我大使馆都杀了 我都没怎样 你要干什么呢 你要什么小题大做干嘛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 很可以理直气壮的一个讲法 就是一个失误嘛 这个就是风吹了嘛 能不能吹到你家去了嘛 对不对 但何必要 何必要那么这个劳势动众呢 会这么小题大做呢 就是表示说美国是 缺乏了自信心啊 否则的话他觉得我这个可以 非常好处理的嘛 我这个可以这个 灵变不乱啊 这个灵机应变 就随便把你处理掉了 何必让你搞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从这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由小见大 从现象看本质 就会看得出来 老美现在是 他对对付中国啊 他确实 好像没那么大信心 老力号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摸摸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